6月12号 我又开发了一个健身房的新角落 一个废旧楼7 好像还有人砸尿 怎么不就是一个新的角落 不知道能看出汗了吗 看卡尸波 没啥 今天也没啥 今天上午看一上午水火 水火你说哈 前往没看 一开始最深的印象 就那些除了那些什么鲁之深啊 宋江啊 武松啊这些玩意儿 那些电视上看的故事以外啊 最遗憾的就是 看来说他们最后被什么招安 招安 然后宋江又杀他们的几个人什么玩意儿的 我还没看到哪儿 我现在只看到百分之三十几 就感觉一开始你看哈 他一开始是武松还去 刚开始找一个二龙山是吧 去投靠的时候 宋江去了清风寨那地方 他们当初在这个时候 就想法就是希望被招安了 宋江就跟武松说 如果哪天你有幸被招安啊 继续为朝廷卖命 可以换一个风气阴子 武松也表示非常向往这种生活 所以后边等着看了 看他后边怎么发展 然后看到现在就是武松 就是一个嗜血的一个狂徒 看谁杀谁 他那些比如说水子得罪了他 他家里边那些丫鬟呀 什么孩子呀都一块杀掉 没事砍头去杀人 第一把刀都砍卷日扔了 再拿第二把刀接着杀 这个假的比较真实感 比电视上要好一些 人物比较客观 像那些 可能那些比较好的作品 都是这样的 不去给他一个帽子扣上 虽然说对这些宋江啊 什么的 大家江湖上听到之后 都很景仰 宋江也只不过是一个怂人 严和熙 把他欺负一个闹一个闹的 身体也很虚 然后任人 任人不想 把他一个手下带过去 去家里喝酒 认识了延伯西 所以勾搭成奸 反正就是 其实看这些比较 比较内看 说起内看了 但是还是不如 东野归物那些小说 能看着 能够投入一些 他这些看着看着之后吧 会有时间观点 会看着一会儿觉得累 东野归物那种 你看着两小时之后 才会感觉累 他这个看四五十分钟 就感觉好像 有跳出的感觉 还是不一样 他留下感触不一样 水火这种 会心里留下很深的印象 也可能是本身这种 从小留下的 各个人物的一些 感情比较深 所以 印象比较容易记住 东野归物 只是看一遍 先先先看着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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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